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是死后的世界 词曲王公李宗盛 神儿 痴疾痴 啊 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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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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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做我吧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的守护身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常常会有一种感觉 我好像忘记了某些 对我来说 很重要 很重要的事情 很重要的事情 天地さん 一緒に写真に入って欲しいんですが もちろん いいですよ 皆様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私が今回の旅行のガイドをします 山峰旅行社の謝天地と申します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アメミヤさん見ました アメミヤさんは一緒では仲間ですか マイ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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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两个礼拜的时间了 时间紧迫 拜托大家用心一点好吗 辛苦了 你怎么来这里 我是来拿梳子的 这一次又是谁出了问题 西天地 我在石光道尉里看到 他想要留在这个世界 所以他现在归你处理 把梳子给我吧 老规矩先把申请表添一点吧 不需要这么麻烦吧 你们随便找个外情 掉一把给我不就完了 我的天哪 你刚刚说什么 随便 随便这个词 可以出现在我们英国脚车司令吗 来 你看 这些全部 全部都是人类 跟Gawas记忆连结的因果记录 只要Gawas出现在人类的记忆里面 我们英国脚车司 就会多出一笔资料 我是Gawas在人世间的代行者 所有的时光到底 都是他让我看见的 所以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比你还清楚 你在担心什么 我是不可能会出错的 不可能会出错 那五年前发生的那些事 又算什么 那就是一个灌老板 Rug 我觉得时间好像也差不多了 不然我就先去买 好 我再去拿一瓶 说要喝的人现在睡成这样 说真的 就算你心里再怎么不情愿好了 我们这些Gawas 唯一能做的还有什么 还不就是听这个 伟大的Gawas的安排 放下所有对人世的眷恋 然后离开这里 算了算了 说这么多有什么用 你不能喝 我自己喝 来 我见你 你是谁 你是吴金兰的 你是什么人 我不是人 你不是人 我真的不是人 我是Gawas 你是Gawas 是 K-A-W-A-S 来自万物之灵的Gawas 没错 在你眼前这位Gawas 叫做Ola 他是掌管玉的玉之手 更是嘎嘎拉扬 在人世间的唯一代行者 是幻觉 我刚刚唱掌管神灵的歌 所以我才看到 你绝对不是神灵 不然你怎么会痛成这样 你到底想要干嘛 我要拿我的东西 他说你是 你说你干什么蠢事 我让谢天帝看到他不该看到的东西 Ola 我不知道你有这种嗜好 你知道他看到哪个部位啊 前面 后面 我让她看到 她未来将死去的时光倒影 刚躺在地上那个溜 很多写的人是我吗 你看到时光倒影了 你的命运在 嘎嘎来样的时光倒影里 早就全部决定好了 什么 倒影 当我闭上眼睛 未来发生的事 就会像倒影一样 出现在我面前 这些都是 嘎嘎来样 已经安排好的倒影 身为代行者的我 也只是一直重复着 执行这些倒影而已 我拜托你 我真的还有很多 想要做的事情 我不想要现在就死掉 如果我让你知道 你所期盼的未来 并不存在呢 这里是 当我降下 这世上最后一场雨 当嘎嘎来样带走 这世上所有的嘎嘎死 从此 雨浆不再下 海水不会再流动 时间也没有任何意义 这就是你们人类的未来 所以 打从你成为我守护神的 那一刻起 你就知道了 这一切都会发生了 那既然这样 你为什么还要守护我 为什么会让他看到时光倒影 你不要装没事 你不要装没事 说话 搞搞了样 你不走我为你走过的路 为何又要问我 接下来该走向你 你自己看着办 自己看着办 我这样 奇怪 看不到时光倒影的吗 妈 妈 你听到我的声音吗 起来 来 来 醒醒 起来 起来 好啦 好啦 身体轻飘飘了 全身的力量 感觉慢慢地 在消失 这就是高耀塞 要消失之前的 那可充满着不确定性 什么声音 应该是你 肚子 饿的声音 我堂堂一个代行者 怎么可能肚子饿 这就是肚子饿的声音 你的能力几乎全部消失了 没有办法看到时光倒影 没有办法想去哪就去哪 还开始流汗 肚子饿 是不是因为我 你才会变成这样 你想太多了 根本没这回事 慢一点 不要吵 慢一点 我知道你要保护我 可是 你知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啊 我带你上班 我叫做Ola 我们New World Horizon 是今年刚在San Francisco成立的新公司 那今日来访主要是要寻找未来可以一起拓展亚洲业务的合作伙伴 你好 Ola先生 Ola Ola 你可以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 你也可以去任何你想要去的地方 但前提是 我必须要在你旁边 天哪 你如果要祈祷 就跟我祈祷 跟你祈祷 跟你祈祷 Ola哥 我发现你可以一整天什么事情都不做 就是很专注 很仔细地看着天地界 你是不是喜欢天地界啊 我明明记得 我曾经有过很喜欢 很喜欢一个人的心情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你再也想不起来了 有人希望每天都下雨吗 有啊 就我啊 你为什么希望每天都下雨 因为如果每天都可以下雨的话 那我就 可以 随时随地见到你了 直到我 又遇见了你 就是因为这样 我就宁可臭骚也不能放过 所以我都什么都求 什么都败 每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是先说 谢天谢地 你的死期不远了 而且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躲过 为什么会这样啊 因为你知道了太多不该知道的事情 所以才会走到绝路 不要 不高兴啊 是因为我找你麻烦 还是因为我伤害他 不要那么生气嘛 反正结果都一样 死在嘎嘎拉雅的安排之下 跟死在我手上 有什么分别 我真的是搞不懂 你们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啊 怎么爱找我麻烦 是谁 找谁麻烦 你觉得呢 我是来矫正因果 把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狗瓦斯 送回皮诺嘎亚 嘎嘎拉雅都已经安排好一切 他希望在最后一场雨之前 把所有的狗瓦斯撤离人尸 一个都不能少 你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给我添乱 谢天地 他真的得死吗 你当待行者这么多年了 照理说对人类的生离死别 应该是很习惯了不是吗 告诉我 为什么唯独谢天地 你会有这样的困惑呢 你爱上他了吗 末日已经在你不知不觉中 悄然发生 本台记者独家为您掌握到 目前全台湾所有不明原因 而昏倒的病患中 检查之后发现 体内含有不明的白色藻类 同时更在不幸病逝的患者身上 发现了全身器官都被这种藻类包覆 也导致了多重器官散尽 你可以救他们啊 你可以救所有被伤害的人 对不对 不行 我救不到 你可以 你一定可以 你是神耶 这个末日从头到尾都是你 人类自己造成的 不管你现在心情有多难过 这些都只是多余的情绪而已 我是人 我不是嘎娃斯 像你们这些 总是在旁边旁观这一切发生的 嘎娃斯你们永远不会知道 我们身在其中的人 我们非常地痛苦 求求你 请你帮我救哥哥来呀 让我留在这里照顾他们 让我可以留下来 继续守护他们 谢谢你 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放过谢天帝吧 我并不是特别针对你跟谢天帝 但我不会放过你跟他之间错误的因果 原本的因果秩序不应该是这样的 却因为某一个人而完全改变了 你已经不是代行者 甚至连嘎娃斯都不是 凭什么去跟法力谈条件 如果你想以一命换一命这种无聊的手段 去说服法力放过谢天帝 那你也太天真了 因为就算法力答应你的条件 我也不会放过他 只要你能活着 其他人怎样我一点都不在乎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想过 如果我身边的人一个一个这样消失 只剩我一个人活下来 我活着干嘛 雨永远下不完 我也不想伤散 至少我能感觉有你在 我根本不在乎这个世界会变怎样 因为这个世界跟你 谁说明天阳光会灿烂 至少我能感觉有你在 我现在真的不能让你去找他 让开 让开 你生日主约几号 我没有生日 骗人 怎么可能没有生日 那你要怎么许生日日望啊 我是嘎嘎嘎一样的代行者 完全没有许愿的必要 为什么 代行者 就没有许愿的必要 难道你就从来没有过那种 你明明知道自己做不到 可是又不顾一切 很想要做到一件事情的时候 没有 从来没有 觉得没有希望了 但还是很想求神 帮助你的时候吗 如果 你听得到我的声音 求你让我一睁开眼 就看见他 我叫做我爸 我叫做我爸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的守护神了 守护神 真的是最后的最后了 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 你可不可以 不要输掉我的记忆 我不想 再忘记你了 我曾对你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